效应霸凌是一种蝴蝶效应 这一次你我仍眼旁观 下一次我们都可能会变成受害者 霸凌者甚至长大后 还是会有网络、言语、后肢体等霸凌行为 受害者所说的阴影可能会影响一辈子 甚至可能为了保护自己而成为加害人 而在一旁围观、鼓噪、做事一切发生的里 也可能间接智障了霸凌歪风 如果有一天你也遇到了霸凌 一定也希望有人可以适时伸出眼所 这次你突然很想回到过去 试着做些什么让霸凌不再发生 没错,其实你只要季节为观 并及时寻求协助 都能阻止霸凌事件继续蔓延 其实你只是默默地向师长通报 对霸凌及被霸凌者来说 很可能多是人生的转机 不只是学生身为市民后家长 面对霸凌事件在您眼前发生 请随时通报校方警方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霸凌不只存在于实体事件 网络霸凌更让人心灵受创 记住没有人是及外人 让我们一起防止霸凌严口并行 试着 试着 师长好 谁要来运动啊 试着 不错 师长要试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 试着 哇 师长很强壮 师长很强壮 师长最近有没有追剧啊 追剧 用正团情 用正团情 擅长哪一种舞蹈啊 我的舞蹈啊 动正堪扰人舞 动正堪 师长为什么很少看到你身边有年轻的朋友啊 有啊 有啊 我叫他 我叫他 师长不年轻吗 师长不年轻吗 师长不年轻啊 师长很年轻啊 你看他跑到过头 好啦 那我们今天就先不打好师长运动了 就这样子啊 师长拜拜 拜拜